大家好,欢迎来到冷君说定 黑的雪,是所有小人物看不清的眼睛中的幻想 黑的白茫茫,如同小人物摸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归途 三年过去了,李慧全从监狱回到了自己的小家 三年前,朋友叉子的女朋友爱上了别人 她跟着朋友出头,却不小心弄出了人命 她出来了,但叉子盼了无期 她从小父母双亡,全靠邻居罗大妈照应 是个实实在在的小人物 家中理乱不堪,她一个人孤身竭力 但她又不是小人物,她是个实实在在滚烫的人 她身在鼓里透露着一股子倔强 她眼神中闪露着机灵 她待人接物都很体面 她孤身一人,也不觉得难受 去了银行取了一千块钱 自己给自己办了接风宴 尽管有些寒酸 这一年中也许发生了很多事情 曾经的老书人骑摩托撞死了 工作的场子倒闭了,刚刚出来有些沧海桑田 她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她的人生归途,依旧摸不清,说不明 她的路更加看不清方向 她来到叉子家里 叉子母亲方大妈对她仍有惩戒 她吃了闭门根 她不怕日子苦,唯独怕被人埋怨 背上前刻,心里多少有些抬不起头来 她是个孤儿,戳她的脊梁骨 没人为她抚平伤痕 和叉子家破镜难重圆 她推着车,从游黑的胡同里离开 她一下子慌了身 被这个世界狠狠地扳了一把 她想起那天晚上 冲动地插着,不小心痛死了情敌 慌忙逃穿的场景,如同噩梦 李慧泉,一下子醒了过来 进监狱的前刻,像个石头 压着她喘不过其来 罗大妈的女儿,小芬带着博士男朋友回来了 听到要来看自己 她赶紧熄灭了灯 女孩和自己一样 都是二十四的年纪 本命年,似乎有着轮回的咒语 给这年添上了不一样的味道 夜里的李慧泉抽起烟 想起上一个本命年和小芬 清美竹马般的话语 她内心彷徨,又失落不已 小芬带来了新的男朋友 她仿佛被扫到尘埃里 她看上墙头母亲的一照 内心的痛楚便加剧了三分 出狱的她仿佛一下子被扫到社会的角落里 不再敢爽朗地笑 关下灯,成为了角落布满灰烬中的边缘人 她写信联系远在青海监狱的叉子 只有叉子能让她感觉到没被抛弃 她蜷缩在床上 杂志放在床头 她一下子不再敢笑张 也一下子没了魂 她内心又空了不少 过了年 李慧泉在街上摆起了摊子 依旧是穷穷竭力 孤隐一人 但李慧泉能吃苦 啃动脑子 生意渐渐也有了起色 她的世世在在给了自己回报 回到家里 罗大妈还给她张罗了相亲 但她拒绝了 二十四 半命年 罗大妈的关照 让她露了些喜色 叉子回了信 问她 是不是该结婚了 但她却似乎有些胆怯 监狱那头 还盼望着自己的回信 李慧泉心里 只有这个朋友能侥幸 街上卖货时 她和人推丧起来 却意外发现 是老乡士 耍子 她为人仗义 轻易地将鞋子和衣服 扔给了旧乡士 友情让她回顾了些金儿 夜晚 刷子带她去了咖啡馆 咖啡馆里灯红酒绿 刷子还介绍了自己的女朋友 但两人打去 一会儿便离开了 咖啡馆舞台上 站上了个叫赵亚秋的歌手 因为她太过年轻 台下人不买账 但她一开口 台下纷纷响起了掌声 李慧泉在座位上 静静地听着 刚刚出狱的李慧泉 在灯红酒绿的酒吧 看向台上 静静唱歌的女歌手 让她一向则想起了曾经 自己拉着小分 在铁轨上行走 随后 渐渐长大 和两个朋友 试过那道路 如今 刹子如鱼 另一个被撞死 只剩下了自己 如果生活中 有点什么期待 眼前的赵亚秋 顿时让她放弃光来 恰好 赵亚秋离开时 被流氓骚扰 熟人经理 让李慧泉送她一程 刚下楼 就有小混混 对她吹起口哨 李慧泉上去 就是两巴掌 等她走后 还有人嘀咕 说她刚从监狱放出来 她的前科 成为了抹不去的印记 但这一程 赵亚秋 却感觉到了 满满的踏实 那个年代 正是商品经济的大浪潮 她来到就像是 崔老板的房子里 拎走了三包衣服 前几天 小芬结婚 李慧泉没去 她知道自己的前科 登不上大雅之汤 回到家 罗大妈埋怨她 也看出了李慧泉的不高兴 在她眼里 李慧泉的前科 被亲情抹去了一半 但经过监狱的变迁 却始终贴在 李慧泉自己压抑的心头 摊子继续开张着 她爽朗直接 从朋友那拿来的货 又找人喜欢 摊子越发红火 周六 她又约好了 去咖啡馆里 送赵亚秋回家 临走时 赵亚秋还送了她几张自己的照片 她表面上装作不在乎 回到家里 却直接贴在了墙上 随后两人越走越近 沿着黑乎乎的胡同 赵亚秋直接坐在了她的后座上 但赵亚秋却仍然不知道 她的前科 分别是 她直接谈言 自己蹲过监狱的事情 赵亚秋有些不愿相信 咖啡馆里 刷子埋怨着缺钱 女朋友非得再要录音机 才能结婚 李慧全直接逃出了票子 她爽朗仗义 但这次 却没等来赵亚秋 赵亚秋去了文艺演出 她的心又空了一半 她问朋友 哪里有文艺演出 却没找到答案 案例 她要每月去警察局一次 派出所叫她 也必须随叫随到 她第三下司的 时刻提醒着自己的城堡 但没过多久 赵亚秋就回到了咖啡馆 她在台子底下 看着赵亚秋 眼睛不愿分身一下 赵亚秋演出完 路过李慧全 却直接说了再见 当她冲准爱情的时候 爱情却再次幻灭了 还是因为她的前科 她再次低下头来 她琢磨着 多少是赵亚秋 知道了自己曾经的前科 夜晚 她有一些辗转 出来了这么多天 她还是孤身一人 她正做着生意 但派出所小刘 却直接找到了她 叉子越狱了 小刘向她取证 通行记录 她忘不了和叉子的友谊 去给刷子要债 但刷子却全给赌没了 她打了刷子一顿 最后 刷子骂她 是个傻貌 没想到 赵亚秋和崔老板 暗中走在了一起 她忙坐一团 才发现 生活比之前 艰难了很多 她用力融入社会 哪怕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但却一次次 被推回原来的位置 她属于牢笼吗 没有双亲 又落上了前科的印记 现在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回到咖啡馆里 看着赵亚秋 放声歌唱 她找到了 换穿的赵亚秋 心中有一股子怨气 却不知 从何说起 随后 李慧全 去找了崔老板 她不认为 自己是胡话诗者 但她也绝不甘心 将心上人 交到一个骗子手里 但工筹交错之间 李慧全表明了 对赵亚秋的心意 崔老板对她有些不屑 李慧全在郁泥里 越杂越深 她的身份 让她再难浮出水面 她尽力出拳 却始终软弱无力 她渐渐陷入湖地 渐渐窒息 终于 没多久 她等来了 越狱的叉子 但她却依旧是 坦诚相待 旁人看她是黑的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 自己是白的 她指望着叉子 能跟她去自首 但叉子 还是打算离开 李慧全茫然无措 一时不知道如何角色 李慧全回到家 却遇到了难缠的小分 她骑着三轮车 不断登向医院 回到家里 叉子却已经离开了 李慧全给叉子留了钱 叉子自己找到 已经离开了 看着叉子留下的信 李慧全却忍不住的痛哭流涕 她知道 监狱中的日子如同黑暗 但也知道 逃亡的路注定坎坷重重 叉子的人生已经晚了 但心中最后对自己 依旧是满满的感激 她感受到自己 是如此的备受重视 而自己呢 她不知道 回到摊子上 她借卖了所有衣服 然后找到崔老板那里 告诉了叉子找自己的事情 她希望叉子能有条活路 所以换了所有现金 来求崔老板这条明路 友情如雪 填满了她的内心 但崔老板却没有办法 汽车里 她突然想起了赵亚秋 看到眼前肮脏狡猾的老男人 她还是没忍住内心的怒火 将崔老板打倒在地上 仿佛能发泄心中所有的怨恨 在房间里 她听到小芬 逐渐康复的消息 还有老罗家 对自己的感恩戴德 她的嘴角露出微笑 总算觉得自己到底没有白活 她再次找到赵亚秋 并在之前买好了一条项链 她拿出手 但赵亚秋却没有收 她道歉连连 将自己的爱意尽数吐露 但依旧没有成效 赵亚秋约她明日再来见面 并邀请她听她的新歌 她走出咖啡馆 上了出租车 却忍不住再次红了眼眶 司机要了车费 她却把所有的钱 留在了车上 来到双簧席台前 看着狡猾的表演 听着众人的欢呼 她心生不解 她痴笑连连 转身离开人群 她点起香烟 仿佛一瞬间 回到曾经和茶子捅人的那个夜晚 那个夜晚没有雪 却总是黑色的一片 也或许是 如同她一样的黑色的雪 随后 她被人抢劫 还被捅了一刀 她挤进人群里 听到耳边赵亚秋天真的一问 她回想起 曾经小芬和自己12岁时的话语 她听到耳边罗大妈对自己的呼喊 她回到那一夜捅人的噩梦里 她捂着伤口 地上血迹斑斑 细圆子的灯渐渐关下 她倒下死去 却也没人发现 她是个小人物 在她24岁 本命年那一年 倒在了无人知晓的冬夜里 那一夜黑乎乎 如同黑色的雪 和她一样 别人说她是黑色的 但却没人知道 她其实是白色的雪 她的脑海中 永远是12岁时的童真之神 但她看不到未来的路 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她一无所有 终于还是回到了起点 化为雪花 飞扬在本命年 最冷的那个夜里 她没有亲情 没有爱情 失去了友情 她没有归路 没有来路 只有前科的标签 她可以浑浑噩噩 可以蓬勃紧发 她可以举起荼刀 也可以纯真至极 只因为 没人在意她 这或许便是 小人物难逃的命运 活得紧悄悄 却连消失的 都紧悄悄的 因为她是雪花 融化之后 仿若从未来过 这部电影叫《本命年》 我们下期再见